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们也是太残忍了 太残酷了 其实一个人 一个心里这个时候 哎呀 如咱半小时后要赶飞机 对 其实我不晓得 就是我决定了 我要让我自己生活如常 然后我要让我妈妈生活如常 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我妈妈 那我觉得她怎么样啊 那就是呼天抢地 你要想到我爸爸是我妈妈的天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2年 你可以想像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42年 我妈妈不是一个教育程度很高的人 就是她有点类似唯命适从的对我父亲来说 因为我父亲是我们家庭的支柱 我们小的时候他是家里的支柱 真的就是我们全家的天 那那个时候就是两三个礼拜前 那时候我们在就是我们三人轮班在照顾我父亲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 因为早上是我负责 我弟弟是值大夜班 那我跟我妈妈就是白天的时段 那我早上要负责送我妈妈去医院 就有一天 因为我通常都是我会把他放到门口之后 然后我去停车 然后他自己 我在楼上跟他碰面 就有一天呢 我说我太精神恍惚 我说我们别开车了 危险 我说我们打车去好了 所以我们就打车去 那是第一次我跟他一起从医院的大门走进去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母亲 倩步如飞 他只有一名五八而已 就是你知道他左手扛了一大锅的稀饭 然后右手 因为我父亲那段时间就是他每天都要吃凤梨跟西瓜 不晓得为什么 他每天觉得胸口很热 他要喝冰的水 要吃凤梨西瓜 还要喝柠檬汁 喝柠檬汁 所以我身上也扛了很多东西 我母亲手是这样 我这一低头 我再抬头看 我妈已经在五十公岁以外 我从来没有看我妈走得那么快 我后来才知道 她的那个心啊 她的那个心啊 她就是迫不及待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张开眼睛 我们凌晨两点才回家 我七点半张开眼睛 我妈已经 她可能早上五点多已经起来 她也在弄什么稀饭啊 弄我爸爸 她一天要吃七八餐 每次只能吃几口 她就开始想说第一餐是什么 第二餐是什么 然后什么鸡精 这个那个有的 燕窝什么有的 我妈每天就 我觉得她真的太伟大了 然后我昨天哭了一夜 但是我发现这些眼泪 其实都不是为我父亲而流 我是为我母亲而流 我忽然 我还在想你母亲 所以你回去一定要好好 是 我好多影像忽然出现 我忽然 我忽然 心里有点愧对我妈妈 因为其实你们也知道 我常常提的都是我的父亲 我不能说我不爱我妈妈 而且可能我觉得相较之下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我对我父亲 我跟我父亲之间那种连结性 可能真的是比较强一点 我想大概就是爸爸跟女儿 然后儿子跟妈妈的那个感情 又比较深厚一点 所以我忽然 就是因为我父亲 昨天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不断地哭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 我心疼的是我妈妈 我真的心疼的是我 就是说她情何以堪 一个跟她生活的42年 她前几年还早就要离婚 就是说 但是我会勇敢 然后我要继续地好好地工作 因为我觉得 我父亲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父亲给我很大的压力 在我生活上 在我工作上 他不是一个 他对他自己要求很高 他对我要求也很高 他永远都说 我那种时候已经工作回来 累到我已经快死了 我打架了 我爸爸我刚从哪里哪里哪里 就是说那种 六天转了十几个城市 我已经累到我快死了 他说 你要坚持 你要继续努力 人生就是要不断地奋斗 跟努力什么 我就觉得说 爸 我好累 你真的眼泪就是往肚子里面吞 我就觉得说 我只是想听你跟我讲说 你辛苦了 你 那没有 我爸爸是 他对他自己是这样 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决定了 我要继续的 我要继续的好下去 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 我要继续美丽 继续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他对你有最大的希望 是因为你是他最大的骄傲 希望是 心里是是是 所以我那天还讲 那天佳药还说 说讲得好 我现在就是 嗯 跟父母回家一趟之后啊 发现了人生的意义 因为 说实在话 为个人 小日子过得差不多 也就可以了 我 不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我现在 为什么 人就要成功 为父母 就是 既然父母 他把一辈子 放在了你身上 你是他唯一的希望 那你怎么能够不成为他的 骄傲呢 当然没条件也就罢了 有条件真是 努力奋斗 这不是为了自己啊 就我现在觉得 我为我努力工作 找到了一个理由 就是 让父母自豪 你说我俗气也罢 但是我现在觉得 就这么回事 嗯 是 我想我想 我想起来那天我们说到 这个 宗教信仰啊 或什么 我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 就是 因为我基本上 我是觉得 呃 我们每个人都算有一些终极关怀 那个终极关怀 变成你的寄托 就是像您父亲这样子 因为死啊 是个很寂寞的一件事 面对死亡是很寂寞很寂寞 从来 你跟他再亲 你也没办法 真正的 掉入他的身体去体会 他面对的那种寂寞 跟痛苦 跟痛苦 所以那种寂寞就是 他那么担心旁边的人 会离开 会走 所以有时候有一个终极的信仰在的时候 他会觉得 消解的不只是生命意义的问题 或者说他跟着去哪里 怕人就这么玩了 而且是 让那个寂寞 能够消解下来 因为本来是件好事 但我就一直觉得无神问的东西啊 是很知识分子的事情 是很知识分子 他怎么样能够自己把世界看成就是 哦 那我们就成归成土归土了 但是我觉得呢 除此之外 除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之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相信无神论 像我自己啊 其实我是一个无神论 接近是无神论的这么一个人 有一些像我这种人呢 我觉得有点很重要 就是有时候啊 有一个终极关怀啊 如果是半调子的终极关怀 或宗教信仰 有时候会把人拖住 什么叫把人拖住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自己认识一些人 他们是呃 很特别相信人死之后还在 或者还有灵魂 那么于是呢 他就会呃 明明老人已经过世了 但是呢 他在剩下来的这几十年的光阴里面 或者剩下来的日子里面 他就会纠缠在里面 他就会觉得 我有什么事情做的还不够好 我愧对了我父亲 呃 我有什么东西要报处血恨 或者诸如此类 要不然我父亲死不瞑目 明明已经死了 那么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困住他 那么本来信仰是让你解脱的 但有时候这信仰不透彻 比如说信佛的话 就不应该再有这种想法 或者信任何宗教 也不应该再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你还为死人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跟义务 但结果就会拖住 那么这时候啊 有时候会给你很大的痛苦 那么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特别不想纠缠在过去的人 呃 我是很难过很难过 但是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反常 反常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家庭 那么大家不同的 全有不同的信仰 那么 但是我是一个宣布我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嘛 那么于是我的状态是一种很压抑的状态 其实是就是我基本上没怎么哭 也不表现任何很难过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很冷静的 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好 完成好 呃 这我还在算账 这棺材嗯 这要多少钱 我看看这个棺材怎么样 嗯 然后啊 这路费是怎么样 怎么样安排啊 家里面还有谁要怎么样安顿 我满脑就在想这种东西 有人需要有人保持清醒 对但是 其实是很压抑 其实是很压抑 对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理性 我就是 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人就是 没有什么唯心唯物 我认为都是太肤浅的一些说法 这个就根本上讲啊 人有要内心要有力量 人啊你比如说 我很想让我父母知道 我很想告诉他们 他们一生无憾 他们是世界上 所以那天我还碰见一个 讲什么成功学的啊 嗯 我说我是 他讲什么成功学 我说啊 教人做百万富翁就是成功吗 我说我告诉你 我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 我最高的偶像 是我的父母亲 他们 从他们的人生目标来说 真是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想跟爸妈妈说 一生无憾 太成功了 在那么艰难的年月里 饭都吃不饱的年月里 养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现在娶了老婆 又有孙子 这包括这个哥哥弟弟的工作 都是一个小 生活里的小人物 这么普通的一个小人物 你看你 你横牙人成功 按他人生目标来说 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把孩子养大成人 成龙成鳌 他做到了呀 他他他他伟大呀 所以我说 人应该是人 就是说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要离开这个世界 应该觉得 我这一身无憾 我要做的事情 就所做一半 我要做的事情 我做到了呀 所以他们是 就是有公寻 不能让他心里还 你比如说 反反倒我倒觉得 这个问题在哪 就像你你说的 你说你的爸爸 是你妈妈的天 我反倒觉得 我的妈妈 是我爸爸的天 我指的是心理上来讲 你看我爸爸就说 他睡觉 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想过老夫妻啊 一直这么多年 在一起睡 我爸爸有时候说起来 我就真是觉得心酸 我也是跟你们讲过这个 他说他说 我其实倒不担心别的 他说我主要是怕呀 假如你妈妈 有那么一天 我一个人呢 不能睡觉 哎呀 你说这个 这个香如以沫 他们都说世界上没见过 就说是像我爸爸 对我妈妈那么好的人 一个小时量一次血压 到哪儿他自己身体都不好 到哪儿缠缠 你就觉得那对老夫妻 是也闹 我记得小时候吵起来 也摔盆子打碗子 但是真是 我觉得 相依为义 这样一种天长地久啊 其实我们是没福气的人 我们体会不到他们之间的 这种 相濡以沫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说了一个 自己人离去的也不痛苦 对我很遗憾 我想我很遗憾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在身边 然后因为我打电话去的时候呢 我弟弟跟我说 他的那个信件图 已经接近是直线了 然后我就用那个电话 就是我弟弟让我跟我爸爸说话 他已经没有办法跟我说话了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电话筒 跟他说话 然后说完了之后 我也问我弟弟 我说他痛吗 他说他就是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就因为其实之前 我已经有跟医生打听过了 我说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很多癌末的病人 癌末期的病人 他就是可能他睡一睡 他就离开了 他也没有痛楚 也没有什么 他就是呼吸不过来 然后就离开了 他说也有很痛苦的人 但是要看情况不太一定 这样子 所以如果以我弟弟的形容来说的话 他应该算还走得蛮安详的 你是说他跟医院签了什么 这个台湾有几家医院 有这么样的一个设备 就是叫做安宁病房 所谓的安宁病房 就是为了要照顾癌症末期 临终病人 让你很有尊严的过完 你最后的那段时间 那这个安宁病房呢 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说一个分界点在哪里 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要进这个安宁病房的照顾的话 你必须先签一份同意书 就是说在你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例如你已经就是呼吸不过来了 或者是说心跳快要没有的时候 医院不施救 不施救 不做任何急救的动作 这些急救包含有内部急救跟外部急救 内部急救就是所谓的插管 它直接插一根管子到你的肺里面去 帮你打氧气进去 不用你自己呼吸 对就是用呼吸器来呼吸 然后打强心针 然后外部的施救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人工呼吸 或者是电击 所以 其实他那时候问我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反应 我就觉得说 那我当然不会让我爸爸在 已经他都已经那么虚弱 我还让他去受这些苦 但是我问我哥哥的时候 我哥哥第二反应就说 当然要急救了 那我就觉得 我太不笑了吧 我自然说 那这样就是放弃我爸爸了 所以变成我跟我哥哥之间 就展开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讨论 就说 我说你确定吗 我说那我们再去 我就是 医生其实 在我爸爸入院的第一天 他们就每天就是 他也很委婉 就是拿两张单子 说 你妈姐 我是说你爸爸是不是打算要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直直说 后来就是 我们后来又回去问了医生 问了很多人的问题之后 我们才了解 恍然大惑 我哥哥也后来自己开始慢慢跟他朋友谈一谈 他说他有个朋友的父亲 也是他 也是说不可以不急救 也是癌末的病人 说一定要急救 结果好了 急救把人救成植物人了 就是说 对 脑未死 有呼吸 但是那个呼吸其实是那个 那个机器 在帮你肺 这样大缩小 这样大缩小 所以那个不是他的一个自由意愿下的那个 那个生命进行 所以 而且那个过程其实很痛苦的 他说 而且我父亲已经七十几岁 所以他所有的癌症都是在胸口 你要想要那个电脊 可能会把他的肋骨全部都弄碎掉 但是 癌 对 我懂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 几个月前 天主教那个教宗若望保禄的事 那时候他的死 很多媒体都认为是一个典范 什么典范 就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也在争论这个问题 很多家庭在争论 比如说 应该急救还是不急救 那么当时他的做法就是他干脆离开医院 他知道差不多了 他说不要死在医院 所以人是可以死在自己家里面的 反正是要走的话 那么在家里面他住在自己的地方 那么当然还是有别的医生护士看着 但是呢 他也是决定不需要任何急救 就这么安宁的这么过去 这是最自然的 而且是有尊严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那个做法是对的 这是有尊严的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啊 就是咱们说的一点 还是要考虑活着的人 回去啊跟那个妈妈 我怎么会想起 最近你去到大陆有个著名演员高秀敏 也过世了 过世了然后我就看了 这真是不幸啊 他老公啊 这何老师啊 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儿子太太就都没了 当时就受打击 你就人家这种情况啊 别让他说话 不看那个赵本山 他们去 就说哎 今天这个把宋丹丹 让你们回去休息 咱们这个跟他跟老何呀聊一晚上 而且你就会发现这个何老师呢 这个老公呢 他最后有的时候他会陷入一种 因为这种损 这种痛失啊 他会陷入一种什么呢 内疚 说呀老师叨叨着 我我没照顾好他 是 我妈妈也一直这样讲 就是我一闭眼就看见 好像高秀敏背对着我 坐在床上 好像一口痰没没上来 然后那个赵本山 就老师就跟他讲 就说他他可不是痰的事情 但是你看就是这种 所以我觉得你得回去 一定要跟妈妈多说话 别人说出来 这个解脱不只是走了的人的解脱 活着的人更需要解脱 但我已经不知道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给他 说你知道我是那种 就是那种紧张那种忐忑的心 你没有办法想象 我那个心跳加速到 我不晓得跟他讲起来 我不晓得怎么安慰他 我拿起电话来 我就说一声 妈妈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毫淘大哭 毫淘大哭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死掉了 所以我就接不下去了 我 咱们去一下广告 咱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很坚强的 所以我说广告 你为什么很感动 就是咱们的女嘉宾 就是 这 这 现在还在这录节目 你怎么就赶飞机回去 我不知道你这个心理是不是 会不 要叫我 会不会内疚啊 责怪自己啊 或者 觉得 父母亲可怜啊 对 我这个 这个念头就是 内疚我不在那里 我不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他会理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现在在哪里 他 我也害怕他会去很冷的地方 我也害怕他去不好的地方 但是 我宁可相信 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 他一定会投胎转世在做我的家人 对啦 他一定会投胎转世在做我的家人 所以 我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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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是一种 其实还是有一些幸福的感觉在里面 嗯 如果他真是念 阿弥陀佛的话 那么你们的家人也不能悲伤过度 所以 昨天晚上 就是 从我父亲过世之后 然后他们就 因为慈禧 在台湾的福祉医院 他们有个住宴室 就是说 他往生之后 然后他们那边有很多义工的师姐师兄 他凌晨将近一点钟去世了 两点钟去了住宴堂 他们会连续帮他送经 送八个钟头的那个 就是 就是一直帮他送经 因为那时候他的魂魄可能还没有在 帮他往生 就帮他 对 所以可能 有些人听起来 你像我们大陆就受教育的听起来 就会觉得你就不去看 说迷信嘛 可是我觉得 某些人哪 这个思维啊 太狭隘了 太狭隘了 他以为他很聪明 其实他太狭隘了 就是 比如说世界各个宗教啊 十千年的古老的这个智慧 你没觉得吗 我们现在生活里还有什么仪式 还有什么能让人追思的东西 还有什么能表达人的心情的东西 这样下去 现代人的心灵是一片荒漠 会变态的 为什么这古老的智慧啊 信不信真与假 这些问题那么重要吗 实际上 这个心灵的安慰 让人能够勉强 离去的有尊严 活下去的人 能够有力量支撑自己 这不是比那个浅薄的真或假 信或不信更重要吗 就是 我觉得咱们真是 有多个人 死的就让人觉得没有尊严 死了之后也没了什么仪式 这个现在中华民族 越来越多的传统和仪式都没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凤凰紫叶快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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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